26岁新加坡语谈一哥洛建佑 昨天晚上在社交平台Instagram 宣布好消息 揭露自己早在去年 平安夜就已经求婚成功 还附上了在 失常滨海湾前 单膝下跪的求婚照片 帖文艺出了不少民众 和语求好手纷纷点赞祝福 除了我国一众国家 对语求好手 台湾南双世界冠军李扬 印度双塔谢提等人 也纷纷献上祝福 新加坡演员荣启航则是调侃 洛建佑竟然把大事件藏了一年 更有一票球迷打趣地说 年尾是求婚好时机 也是心碎的季节 曾经在2021年 夺得世界冠军的洛建佑 目前世界排名第十位 他今年四次闯入 半决赛和决赛圈 三次摸牌 并分别在韩国公开赛和 亚洲羽球锦标赛 勇夺亚军 不过没有赢得冠军 下支掌 三次摸牌 三次摸牌 四次摸牌 四次摸牌